王一博和赵丽颖的甜蜜互动 是真心还是假意 王一博 作为当下最火的男演员之一 无论是在影评上还是在综艺节目中 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他的颜值 身材 舞蹈 演技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他的人气也是节节攀升 但是王一博在与女星互动时 却总是显得有些高冷和腼腆 他似乎不太擅长与异性打交道 经常会避免过多的身体接触和眼神交流 在跟其他女星跳舞的时候 手也是须搭在对方肩头 牵手的时候 他也只是牵着对方手腕 在接过奖杯的时候 也是避免与女性颁奖人进行手指接触 他的这种态度 也让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纯情的直男 不会轻易地与女生暧昧 然而 有一个女星却似乎能打破王一博的这种高冷姿态 让他变得主动和亲近 这个女星就是赵丽颖 王一博和赵丽颖曾经合作过电视剧有匪 在剧中饰演了一对甜蜜的恋人 两人在拍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好的默契和友谊 经常在微博上互动和互相点赞 不仅如此 在各种活动和节目中 王一博对赵丽颖也表现出了很多的关心和照顾 比如 在天天向上中 参加活动时 积极主动地向赵丽颖靠近 并迫不及待地举手跟赵丽颖组队参加美食试吃 全程紧紧跟在赵丽颖身边 主动给他递一勺子 全程笑语盈盈地看着赵丽颖 在极限青春中 王一博主动拉赵丽颖的手 在快乐大本营中 王一博主动给赵丽颖挡风 在参加颁奖活动时 王一博主动帮赵丽颖递话筒 也没有避开与他的手背相接触 这些细节都让人感觉到 王一博对赵丽颖有着特殊的好感和尊重 那么 王一博为什么对赵丽颖不高冷呢 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网友们对此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有些网友认为 王一博对赵丽颖不高冷 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好朋友 彼此信任和欣赏 他们在合作有斐时 就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所以在其他场合也能自然的相处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曖昧或者利益的牵扯 只是单纯的互相支持和鼓励 有些网友认为 王一博对赵丽颖不高冷 是因为他们是公司安排的CP 为了宣传和炒作而刻意表现出亲密的样子 他们在合作有斐时 就被公司安排了很多互动和花絮 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和情感投入 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感情或者友谊 只是工作需要而已 还有些网友认为 王一博对赵丽颖不高冷 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真实的恋情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而分手了 他们在合作有斐时就已经暗生情愫 但是因为各自的事业和家庭等压力而无法公开 他们之间还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和回忆 所以在其他场合也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关心和牵挂 不管网友们怎么猜测 王一博和赵丽颖的真实关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或许他们只是好朋友或者只是合作伙伴 也可能他们只是前任情侣或还有其他的可能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隐私 不要过度揣测和干涉他们的感情生活 王一博和赵丽颖是两位优秀而又努力的演员 他们在工作中相互尊重 相互学习 相互支持 在生活中相处融洽 开心愉快 互相欣赏 他们的互动细节让人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真诚和温暖 也让人期待他们未来的更多合作 2.赵丽颖优秀演员的光辉荣耀 近年来 中国娱乐圈涌现出了众多备受瞩目的演员 而其中一位备受认可的女演员便是赵丽颖 酷云认证赵丽颖为近5年85花收视T.O.B.E. 这一荣誉足以证明她的卓越表现 同时也表明她的作品深受观众喜爱 这绝非虚假夸夸其谈 赵丽颖主演的作品 如《花千古》《楚桥传之狗》《幸福到万家》等等 都曾荣获卫视年度冠军 实力可见一般 赵丽颖的作品不仅在收视上大获成功 在网络播放量方面也创下了惊人的记录 她的剧集累计网播量已突破2000亿 超越了同行众多演员 包括孙丽、杨幂和杨子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她主演的七部电视剧中 有四部播放量超过了百亿 分别是《珊珊来了》 《花千古》《老九门青云志》 《楚桥传》《你和我的青城时光》 以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其中四部作品更是荣获网播年度冠军 这着实令人瞠目结舌 更具分量的是 根据相关榜单数据 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 平均每部都有着高达125亿的播放量 这一数字实际上已经成为了 中国娱乐圈中的一个标杆 她的出色表现和深刻演技位 她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也为她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2016年 赵丽颖凭借着对角色花千古的精湛刻画 收获了好评如潮的声誉 并入围了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项 这一提名为她的演艺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 也为她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演技 然而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2019年 赵丽颖凭借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再度入围白玉兰奖 这两次提名证明了她 在出道13年来不断进步的演技 以及对观众们的深刻吸引力 赵丽颖的演艺之路可谓坎坷而辉煌 她从影视剧初出茅庐 经历了艰苦的努力和不断的学习 才走到了今天的辉煌巅峰 她不仅在表演方面有着出色的天赋 还一直保持着对自己工作的热情和专注 这是她能够获得如此众多荣誉的秘诀之一 赵丽颖的成功也鼓舞了许多年轻演员 激励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 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前行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有足够的执着和努力 就可以克服各种困难 实现自己的目标 赵丽颖的演技也为观众带来了 无数美好的电视剧时光 让人们在屏幕前流连忘返 这也是她为观众们带来的珍贵礼物 此外 赵丽颖的成功也不仅仅局限于演艺圈 她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关心社会问题 为一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她的善举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敬 成为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 然而 赵丽颖并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演员和慈善家 她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人 她的微笑和乐观态度一直是她的标志 也是她与观众们建立深厚情感连接的关键 她深知自己的幸运和责任 以一颗感恩的心回馈社会 这种品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